来越多的人的工资都是以卢布发放 从4月初开始 克里米亚人的退休金 工资和社会支付 将根据新标准及新体系 采用俄罗斯卢布来结算 新闻凑横这本新闻 接下来有请新闻凑横值班编辑负责 为您带来今天的新闻面孔 好的主持人 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大街小巷 电梯楼道都有摄像头 从家出来到上班这一路上 您不知道要被拍下多少回 大多数人也不觉得因此很不自在 毕竟习也为常了 今天新闻面孔 首先我们就透过监视器 看一看河南郑州的小朋友 最近关于幼儿园的事比较多 那是因为全国都在展开排查 为的是揪出那些个利益熏心的家伙 还孩子真正的健康 让家长真正放心 郑州的很多幼儿园 为了进一步让家长放心 干脆在每个教室 大门走廊什么的关键位置 安上摄像头 远方的说法 当然是为了孩子的安全 但是实际上多少也有 万一出点什么事 我这有证据责任 能说得轻的考量 这事对征求家长的意见 家长有坚决同意的 实时监控我放心 也有家长觉得没用 什么探头都有死角 老师要是真不负责任 绕过监控就是了 可见 无论同不同意装摄像头 家长对幼儿园的信任感 算是跌破了冰点 这显然不是 幼儿园行业该有的温度 孩子们得有无拘无束的童年 监管的摄像头 恐怕还得往上抬抬 再仔细找找那些 被利益扭曲了的面孔 今天的第二灯性面孔 在冰冷的规定面前 也想寻求一丝温度 她叫苗丹 今年18岁 她的苦衷在于 在法律上 自己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人 根本不存在 18年前 一个刚出生的女婴 被人遗弃在村头 苗家人把女婴抱回家里 让30多岁身患残疾的苗家明 任她做干女儿 这样苗家明老了 也算有个一号 谁知道当时就因为 没把孩子送往福利院 也没有办任何收养手续 之后给这孩子上户口 可就费了劲了 户籍科说 必须要有亲子证明 孩子的出生证明 或者是收养证明 才能办户口 这些苗家明都没有 到了民政局 因为法律明确规定 无配偶男性收养女性 年龄差距 必须要在40岁以上 一下一票保决 几次人泡苦茶 苗家明都主动上报过 各种材料 但是无一例外 都被退了回来 孩子得上学 从小学到中学 都是苗家明苦苦央求老师 所以说没有学籍吧 但是苗丹总算念到了高中 但是面对马上到来的高考 一张薄薄的身份证 真就成了卖不过去的行 没有身份证 苗丹就只能退绝了 不仅如此 苗丹今后结婚工作 这都是问题 苗家明这个后悔啊 说当初还不如把孩子 在那儿我们一切对王家的身份证